各位早 今天已经是2018年的1月30号了 今天应该就是很多机构 很多单位开始正式放假的最后一天 这就是30号上完班以后 31号就开始放假了 我估计从明天开始31号 全国的公路上都会出现反春节的人流 那么在这个最后一天里面 我也会有一些很大的旅行的计划 过节了这里都是空了 并且学校里面的课程也就结束了 我首先讲一点 我自己在最后的这一两天 我所看到一些感悟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看了那个美国一个大导演 叫Oliver Stone 奥里维斯通 这个是个阴谋论的一个电影剧作家 他最近他出了一整套电影 这套电影是一个纪录片 Oliver Stone拍纪录片不多 不过可以说他拍的电影都像纪录片 他拍的那个JFK肯尼迪被刺的这个过程 他拍的尼克松的过程 基本上都是有阴谋论的过程 这个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这样的演员 那对阴谋论呢 他的兴趣很大 所以他就拍了这么一部采访 这个弗拉吉米尔普天访问普京的这么一个纪录片 这套纪录片呢 事实上不是一次性的这个访问 这个是奥里维斯通从2015年 这个俄罗斯开始占领克里米亚的那个以后 他就开始去采访他 那么一直到这个2017年 问他会不会再担任这个2018年的总统 这个是最后一期片 早上拍的是2017年的11月份在莫斯科拍的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新的这个完整的采访 这个弗拉吉米尔普京的这么一个纪录片 那些纪录片呢对我来说 个人来说是很珍贵的 因为这部纪录片 就是有很多面对面的对于弗拉吉米尔普京的 很多的这个了解 问话 而这些东西我们在平时的所有的媒体里面 我们都看不到的 这个是我可以说说 所以说这个他们这个名字就叫做Interview Puding 就是访问普京 我倒是觉得这一套片子呢 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呢 早来看一看 普京这个回忆录呢 或者这个Interview呢 我觉得是个很值得一看的一个一个纪录片 因为普京的这个纪录片里面 他直言不讳的回答了很多问题 当然这个Oliver Stone这个斯东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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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逐逼人啊 就是追着他要回答很多呃 呃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记得2015年问的最主要问题就是 关于俄罗斯轻病 这个可里米亚半岛 那当然普京的这个说辞呃 呃 也非常厉害 我觉得普京这个人 他导致世界领袖上面 我见的比较少的一个 他就是说把所有的事情 他都摆在面上 敢于一个一个的回答 有些问题我知道俄罗斯在这个上面 他只要答他就是就是败了 比方说你为什么在乌克兰东部 组织这个支持这个叛变力量 搞这个乌克兰东部的这个地区的独立 或者是关于这个 克里米亚半岛的吞并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你事实上你是大理会的 那看地图都看得见 你就为了打通一个出海口硬生生的 就把一个乌克兰的一个城市 你就把它分割了 并且乌克兰是在1989年 1990年就已经从这个苏联独立出去了 这些道理他 我估计他讲 讲不到什么这个真正的点子上面 但是他也回答了 但他回答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说那是当地人民投票的 大家知道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的居民 人口差不多到八九十 也就是俄罗斯堡 主要的城市里面都尽量移了俄罗斯人 所以搞个公投的话 那就是一个晃子 那么俄罗斯军队就国会通过 就派军队把他兼并了 现在做条很高 高速的公路通向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就变成俄罗斯的一个领土 这个是变成他一个永久的一个耻辱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所有的 这些欧盟国家 这个北大西洋组织 还有这个美国为首的这样的西方国家集团 就对俄罗斯进行禁运 那一直到今天到2018年 没有停过 这个事情是一个转折点 那么他当然直言不讳的 去回答这个问题 我倒不觉得他回答的问题 有多么的这个可信的程度 但是他的这种敢于面对问题 就是这样很流畅的搭下去 并且引经据点 讲到克里米亚的历史 讲到克里米亚这些东西 他还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人 我们知道能够和记者 能够这样讲的人 有几个人 比方说费德尔卡斯特罗 在接受几次这个采访的时候 他也就是能够回答很多问题 不过他那种有种强势 更不用说委内瑞拉的那个强人 查维斯已经去世了 那他讲问题就蛮不讲理 那我们再想想在当年的 像这个沙旦姆侯赛因啊等等这些人 他们也都是口若悬河 能够回答 但是呢就不讲道理 就是我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普京在这整个过程里 给我的感觉 他是努力的想讲出一些道理的 当然他道理不在他的一方 讲得比较吃亏 但是他努力的讲 他的这个遇到的这个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 他跟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之间的关系 他是把这个片子很清楚的 他特别解释了这个奥利加基 这个寡头这个字的来源 他说寡头就是政治和财经 两者合一的 这才叫寡头 他说我其实从彼得堡 圣彼得堡到了莫斯科 他说我大吃一惊 有那么多的寡头 这些人这么有钱 这么有权 他说这些人呢 事实上人品呢 本身都不错的 但是他们这种东西 我受不了 他说我所做的工作 就是要把金钱和权力 把它分开 他说我现在努力在这么做 那么当然这个 奥利维斯东就说 这些寡头现在基本上 都不在莫斯科 都跑到伦敦去了 这也是事实 因为普京把这些民族财富的寡头 基本上都赶走了 这些大的 那么俄罗斯现在进入了一个 他能够完全控制的 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讲到这个 奥利尔克基 就是又有权力 又有金钱的这些寡头的话呢 事实上 都不光是俄罗斯的问题 你看看我们现在 这个在中国的 有很多现在被这个 因为参抚问题 或者别的问题 给抓起来这些人 这些人往往都是权力和金钱 两者都有的 这个估计在所有的国家 是一个禁忌 那么普京是动手动得找 他很快就把这些寡头呢 基本上抓的抓进监狱 流放的流放 也不是流放 叫他们逃了 跑到伦敦去了 所以这是他讲的这个第二点 这第二点呢 我们也是在当中 听出很多有趣的 这个内容来 普京讲的这个第三点 这个问题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监听民众的 这个信息 他讲的俄罗斯建立一个 庞大的一个信息网 去收听 那么当然这个 Oliver Stone的列举的例子呢 就是这个 这个Snow 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雇员 这个 这个Snow 他从香港跑到了俄罗斯 带了大量的机密 就说明美国政府是无孔不入地去监听 各种各样的公民 并且监听自己盟国的 这些领袖 监听所有的这些 他的这些国家 并且控制了很多国家的 这些所有的这个系统啊 包括日本的整个核电的电力供应系统等等 解释的理由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这些国家对美国不忠的话 美国可以让他参唤 这个是 Edward Stone 他所带出去的这个情报 而Stone呢 现在是藏在苏联 藏在俄罗斯 那么但是同 与此同时呢 这个普京呢 他也形成了一个自己很庞大的这个 这个网络的这个点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 当然我们说那个Oliver Stone呢 就问他 就说Oliver 就是说你 你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要不监视民众吗 为什么监视民众呢 我想他的解释 也都很直接 他就是讲的关于恐怖主义的问题 恐怖主义的信息 如果你拿不到的话 你不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监听的话 那你这个恐怖主义有可能 发动袭击 他就讲讲这个叙利亚战争 说这个恐怖袭击从俄罗斯 各以前的加盟共和欧国跑到恐怖主义 组织里面参加这个圣战士 这个ISIS的 有4500人 另外还有俄罗斯本身的 这个伊斯兰教的人有5000人 所以光俄罗斯人在这个ISIS里面 参加战争的有大概9500人 或者到1万人之多 就是俄罗斯一定要对这些人呢 要关注 因为这些人呢 如果在他们做鸟兽散以后 这些人呢 会有可能的回到俄罗斯 进行全球的这个恐怖主义破坏 他说这个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这情报都控制在这个 最高情媒机关的手上 最后这件事情的事实上 世界大家不公的事实 你有哪个国家 不控制这个监听的这个权利呢 那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 那英国就不用说了 他装的这个摄像头 就CCTV系统 那是最多的 那么俄罗斯据说 也装了相当量的这个CCTV的这个摄像头 那么这个呢 就是变成了他在这个谈话里面 根本没有退让的这个意思 那个谈话里面谈到了 他2018年要当不当这个领导 那么其中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当一个人领导当场了 他本来从一个为民族 为人民的这个初心啊 他会变成了独裁的初心 那你有没有这个过程 他说这个是其实是最危险的 如果一个人有了这样的心的话 那这个人就应该下台 但是他并没有解释 他在这里卖了个棺子 他并没有说他自己准备 什么时候下台 但是说有些事情 我们应该保持神秘 那个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们知道2018年 他就应该是参加这个总统大选了 如果他大选选上的话 他就下一任是2024年 那么他就会变成在俄罗斯执政里面 当总理和当总统 一共当了27年的 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政治家 那么当然比起斯大林的这个 三十七八年 比起卡斯托罗的五十年 他还是要短的很多 但是他也算是俄罗斯的一个 政治上的长青藤 那个Oliver Stone 问了他的这个交接权利的问题 特别是举了中国 就是中国很早呢 就已经学会选择接班人去交权 但是他说好像你好像没有任何交权的 这个这个准备 他说这个交权的事情呢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一个国家的事情 是人民的选择 这句话呢是虚晃一枪 把这个事情呢就晃过去了 但是这整个讲话就是这个Oliver Stone 对话这个普京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一看的一个电影 因为他接触了很多的有趣的内幕 我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看看 Interview of Pudding 这就是片子 这是2017年年底的一部片子 很值得大家看看 谢谢 谢谢